中环说 中环如是说 大家好 我是石一伟 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 对于经济增长放缓 这么一个话题是越来越担忧了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 香港又是否能够独善其声呢 好 今天在我们的中环演播室 我们非常荣幸又是请到了 博大资本国际总裁 温天娜先生 温瑟 跟我们一起再来讨论一下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 我们是讨论到了美国的情况 环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放眼 就是我们自己的脚下 我们看看香港这一边 就是现在我们讨论一些 关于当下一些热门的话题 就比如说亚洲金融中心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是 它正在抵御着三重压力 中美贸易方面的压力 然后内地经济放缓一方面的压力 还有本身的一个政治纠纷的一个压力 有人就是说现在这么三大压力 是正在把这个香港 往这个金融这个边缘上面去推 这个会不会有点夸张这种说法 其实也不是说夸张 因为的确是的 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 是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嘛 这个已经是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存在了 特别是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的博弈 金融市场的博弈 基本上来讲 也是会导致这种市场的变化 例如说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基本上来讲 也是影响到香港那个角色的 那么当然是另外一个两个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地的一些经济的走势 人民币 此前在八月份那个贬值 基本上对市场来讲 也是有一定的心理上一个冲击的 这个东西 那这最贴心的 最贴心的 就是说大家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香港最近的一些 一个政治纠纷吧 基本上来讲 这种纠纷的背后 例如说香港本身的一些 经济的一种民生的一种状况 怎么去改善 特区政府有什么措施 来巩固香港的一些金正利 因为其实环球市场是一个 一个弹性的 就是说除了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之外 还有新加坡 还有东京 还有其他不同市场 内地有宪政跟上海 所以这种竞争的大环境之下来讲 如果不能够自我修复 自我这种增值的话 这个竞争力肯定是会慢慢褪色的 确实是这样子 东边不亮西边亮 如果是说这边 没有那么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的话 如果说前进 并没有那么被市场所看好的话 可能很多的一个金融机构 它可能会转一下自己的一个站场 我们在说到经济的时候 经常要说 那我们要用数字来说话 但是好像在现在这么一个阶段的话 好像不需要太多的具体的数字 我们是用肉眼就可以见到 比如说现在的香港的旅游业 酒店业 餐饮业 零售业等等 现在好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寒冬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 网上的那些酒店的价格 我们就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但是呢 其实也有之前陈茂波也说 香港经济现在是挂起了三号风球 但是我们也要肯定一点的是 香港的经济是有底子的 只是说现在这个底子 究竟能在这个寒冬当中撑多久呢 对 现在我们看到香港的旅游业 零售业 很多不同的产业 也是受到一些冲击的 这种冲击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上 或者是从市面上的人流 是减少了 这种人流基本上来讲 包括旅客 包括本地的一些消费 这种人流会缔造很多衍生价值的 什么衍生价值的 例如说是一些租屋收入 一些所谓房地产收入 这些是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所谓冲击的 但是目前来看 我觉得这种影响 基本上是挺厉害的 因为让我感受到的 可以比较这种场面的话 可能就是上一次的一个 2003年当时的一个 沙士非典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个 目前这一个 因为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地方 是说特区政府 其实还是有很多措施 可以进行 就是让市民 或者是投资者 各方面来讲 恢复这种投资的信心跟热情 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步 但是你说是三号风球 还是八号风球 这个我觉得 还没有去到八号风球 三号风球 也是有一个警号 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楼市 好像说到香港经济 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楼市 我们确实看到 最近的这个焦头也是比较的会平缓一些 淡静一些 但是有人说 那就趁着现在是跌势的时候 我赶紧来上车 您对这些有什么建议吗 基本上你看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的确是在过去的几个月 是进入这个寒冬 寒冬是说那个焦头量 基本上是大幅缩减的 但是是否出现奔盘式那种灾难的楼灾 这个我没有看到 因为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市民 人家是有这种思维 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面 每一次的所谓的会出现的 大股灾或大楼灾的话 基本上来讲 也是会伴随着一个大反弹的 所以基本上 它又生回来了 对啊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家不愿意 这种奔盘式的 各家来卖这个房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理论上来讲 有一些自助需要的一些居民来讲 当然是他们会把握现在的机会 来进行一些购房相关的一个行为 但是问题是说 现在的经济的一个情况 是伴随着一种财源 或者是一种 不能以前减薪 这种情况上来讲 所以市民的一种资金 在买楼的同时 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钱包 或者是未来的钱包 会出现贬值的情况 这个也是压抑了部分的一些市民 不敢在这个市场入市 但是从这个市场来看 我觉得有一个健康的调整 对社会的各方来讲 也是正常的 对 不光是 如果你想买楼 你不光是要看 这个现在的楼市价格 还要看一下 你这个 你现在的这个公司的经济效应 各方面的要 相互要做一个匹配 才能判断 你现在是否是一个 上车的一个好时机 那我们反过来这么说 也有人觉得 那如果是说 比如说香港的现在这个政治气氛 如果一旦缓和 或者是说是中美贸易方面又传来了好消息 也有一个情况的一个反转的话 是不是现在这个购买力 会突然间就爆发了 会又迎来一个井喷似的 会吗 对 我觉得有一点是需要留意 就是说香港现在这个高楼价 高租金 基本上是因为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也是一个中国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两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两个如果不退色的话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这个楼价也不会跌去哪里 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现实来的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这个情况出现改变的话 比如说香港变成内地 纯粹一个三四线城市 五六线城市 这个也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 可能是数十年之后才出现 但在我们情况之下来讲 我觉得当然是 这个对香港的房地产的价值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但是从目前的判断来看 我倒不觉得 就是国家吧 或者中国也不会放弃 香港这种特殊的地位 这种优势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 我们现在经历过一些 政治的不同的一些 经济上的一个挑战 完成之后 我也不排除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会反弹 在这种反弹的过程当中 特殊政府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始终要解决 民生住房的需要 究竟是哪里去找土地 怎么去平衡发展 这个也是 特殊政府是需要思考 这方面来讲 有人说 是否在台湾去找个土地 建房每一个送去它 但是我觉得 这个比较困难一点 这个东西 但是反正来讲 我觉得香港的一个 除非真的出现 一个灾难式的一种崩溃 这是灭亡 否则的话 我觉得香港的一个 投资价值还是存在的 您刚刚也有提到说 现在特殊政府 其实它口袋里的一个货币政策 或者是财政政策 其实它还有很多工具可以拿出来 我就想问一下 大概可能会有哪一些 另外我也看到这个 法国外贸银行 它说从数据上看 香港经济是 其实是可以在第四季度 止跌的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信息又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信息 基本上来讲是来自 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大家可能是预期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去到12月有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答案 那大家的这个预期 是比较乐观的 这个第二个 那么第一个吧 第二个当然是 中国的经济跟 这个香港的特殊的情况来讲 是否在年底来讲 是能够有一个改善 这个也是大家的预期 因为始终 当这个香港本身的一个 政治问题在年底 还没有解决的话 这代表着这一场 这个事件也是维持了半年时间 这是相当长的一个情况 在任何政府来讲 也是需要做一点东西 去解决这个情况的 所以我觉得 当去到年底的事之前 例如说一些不同的一些 财政的一些 还有施政的一些报告 各方面来讲 也是会针对经济的 结构性的改革方面来讲 提出一个 全新的一种概念 所以大家会觉得 在这种经历过 这个事件之后 香港的经济 或者是从政策上来讲 是否有个绝处逢生的 那种火焚黄的烈火重生 大家就是有这种预期吧 是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邻居吧 就比如说深圳 深圳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利好 有人就说 在大湾区当中 现在是深圳市老大哥 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支持 各方面的 再加上现在的一个局势之下 香港是不是会被代替 您怎么来看我们的邻居呢 其实香港的经济力 它是在于 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它是对外的 香港是没有资本账 很多不同的限制 深圳的 它的确的发展是非常快 如果是从经济体量方面来讲 肯定是会超过香港 已经是超过香港吧 这个情况 但是在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前 是资本上完全开放之前吧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深圳跟香港 还是有一个分工的 所以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说香港怎么去把握 发展的一个机会 基本上来讲 究竟在这种 跟一些广东市 全国甚至是大湾区 不同的城市之间来讲 能否缔造出一种 协同效应 怎么把财富 各方面的经济发展 能够扩展到 其他的不同的一些市场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香港市场实在太小了 香港的租金 房地产也是太贵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然是深圳也很贵了 但是从这个 弯区各方面来 怎么去发展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定位是这样子 香港是中国的 对外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深圳也是国际中心 它是对内的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这两个怎么去协调 怎么去结合 我觉得也是 大家是需要多思考 但是从这个发展上来讲 当然是 这种协同效应上 是会有些竞争关系 而竞争关系 难免有失去的地方 但是整体上来讲 只要得的地方 上前走的地方 是比较多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经济体 还是有一个 正面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一个是对外 一个是对内 这个不用把它 摆得太平行来比这样 所以是一个内外的配合 才能显现出一个最大的 一个经济效应 今天非常感谢 温瑟做客我们的中环说 我们也是下期节目 再见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